虽然困扰我国多时的 厄尔尼诺现象已经过去 但我国不少地方的水坝储水量 还是处于低水平 而滨州两个水坝的储水量 目前虽然有大约50% 但如果再保持这样的储水量 那明年的干旱季节来袭时 滨州就很可能撑不过去 为此滨州供水机构促请当局 展开人造与行动 在年底前增加蓄水量 滨州水供机构首席执行员 娜杜扎西尼今天在该机构 常年大会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滨州亚伊旦和直落八项水坝 目前的蓄水量为50% 还没有达到60%的安全水平 如果继续保持这个蓄水量 那滨州在明年的干旱季节 可能会撑不下去 因此滨州供水机构促请中央政府 在北马一带展开长时间的人教育行动 好提升这两个水坝的储水量 所以政策是 目前为穆达河住宿水源 并保持水位的两个主要水坝 储水量并不乐观 伯利斯水坝只有大约29%的储水量 而穆达水坝的储水量 则是大约32% 为期五个月的超级阿尔尼诺现象 导致北马一带的降雨量 减少了70% 造成水坝的储水量大幅度降低 NTV7 槟城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到